第四个功能是利用风鸣器去看一下发出声音的频率 跟他耳朵听到声音的感觉有什么关联性 我们就把它按下去 首先是我们用红色这个旋钮跟绿色这个旋钮去改变它的频率 然后红色的是比较细的调节 绿色的是比较大的调节 你看转的时候它数值变化比较大 但是其实这个频率太低太高都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的风鸣器并没有办法真的发出很低的频率跟很高的频率 这大概就是个50赫100赫一直到2000左右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现在就调到例如说这个是100多赫 按下绿色这个按钮就会发出声音 这个是119赫的声音 按下去 那我把它调高一点 例如说大概到200左右 OK可以听到声音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就可以去旋转调整我的频率 OK去决定他到底要发出什么声音 就可以知道说频率跟耳朵听到的感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去做 就是跟耳朵一样的地方 你也有的时候没有打 weit 就这么确认出来 诶 terr Ooh 这一次才 Nut na这些人